大家好,我是龙道 元旦刚刚过去 我们正式进入新的一年了 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要了解大力的方位和不力的方位 其实这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必须要了解的 2022年我们要知道 它是人银 人银年,也就是说它是府年 在这一年当中 太税它是位于东北 太税 它是东北 三萨位位于西方 五皇位位于中宫 这几个方位呢 就是说在2022年当中 都是不适合用于动土 开工和桥迁的方位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应该避开这三个位置 那么2022年 它的九宫飞行是一个什么情况了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那就是2022年的流年飞行的一个图 我们先从中宫开始说 今年的话就是五皇年真心飞领了中宫 所以说中宫这个位置呢 它就是一个大雄位 因为五皇的话 它一般就代表着是一个官萨的位置 这也就告诉我们 今年如果你房屋中宫 有一些鱼缸之类的 就需要搬走了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一进不一动 同时如果我们房屋的厕所 在中宫也是很不好的 厕所在中宫的话 最好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化解 化解的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摆放上黄色的葫芦 因为中宫它熟土嘛 黄色了又熟土 下面我们从上往下 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我们先说东南迅宫 东南迅宫今年呢 它是四律文曲新飞领这个位置 所以说家中有小孩子读书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摆放上陶木的13层的文昌塔 因为13层的话 更利于我们的一个学业的提升 如果说家中有人涉及到 升值加薪等这一块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地方摆放 九层的文昌塔 这个材质的话可以使用陶木的 也可以使用水晶的 过来我们再来说 离宫离宫呢就是正南方 今年它是九子新飞领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一个位置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是一个喜庆位 我们的房子在这个位置布置得当的话 那么今年家中的喜庆的事情就比较多 尤其呢是婚姻情感或者一些大的一些喜事 布置的方法的话可以在这个位置啊 摆放上一些红色的水晶之类的就是不错的选择 下一个西南昆宫 今年呢是二黑巨门星飞领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呢是属于一个大胸位 因为它是一个病服位 也就是说它印证着是疾病伤痛 所以说特别的不好 如果说我们的房屋在这个位置有厕所 或者一些不好的地方如开门等等这些情况 由于流年飞星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摆放上泰山石 因为昆宫属土 泰山石的话也属土 它能够起到一个能量的复补 同时泰山石也能够起到一个正宅的一个作用 下一个我们来讲东方正挂位 今年呢是三臂陆存星飞领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胸方 它主的是是非和观灾 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我们房屋有些缺陷 那么就需要进行调整 使用的话可以选择陶木的山海镇 或者是天官赐福等一类的东西 来加强这一个地方有缺角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布局等 对我们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们再来说西方对高位 今年呢是七次破军星飞领 所以说呢它也象征着是破彩属于一个比较凶的位置 如果说房屋的西方有破损缺角或者是布局不合理开门等情况了 那么我们可以在门旁边或者是在这个区域摆放上铜的画萨葫芦 接着我们来说东北梗挂位 这个位置今年是八百卓辅星飞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大级的位置 它象征着是旺财和置业 也就是说它属于2022年的一个正财位 如果说家中我们需要摆放一些聚财招财的东西 那么就可以摆放在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来讲正北砍弓 它属于一百卓辅星飞领这个位置 这一个位置的话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很有利了 如果说你还单身 那么就可以在正北方摆放上粉色的水晶球 花瓶或者是桃花 来增加自己的异性缘和情感 那么有助于更快的找到异性的对象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西北方前弓 今年它六百五曲星飞领这个位置 它的话属于一个偏财和贵人位 对于那些想挣偏财或者是增加贵人运的朋友来说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好好地进行布置 可以在这个位置摆放上白色的水晶球 金铲或者是皮修一类招财的物品 关于2022年人影年流年飞星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